在場所有關於你們看過 我們即將要簽的這本協議嗎 外交部你們看過嗎 你們都看過 請問你可以用幾個字來形容一下 這個協議是在講什麼嗎 你們沒有來立法院 報告針對第一個方針 主要方針 主要原則 你們有安排會議 我們有來這裡做報告 你們什麼時候要來 我們即將休會了 你們要在我們休會期簽 下個月 到底這個21世紀貿易倡議 我請教一下全民到底是什麼 是貿易倡議嗎 還是貿易協定 是什麼 對不起 貿易倡議是一個initiative 但是簽的是協定 那個楊副總 我們要簽的是貿易倡議還是貿易協定 貿易協定 對嘛 但是因為21世紀是一個倡議 不是啦 我們法律歸法律 這也是立法院 我們要講正式的Document的名稱 就是Agreement 對 正式的名稱 Agreement between AIT and TECO 對 它的名稱叫做 Between USA and Taiwan 駐美台美經濟文化辦事處 所以拜託你們不要再用21世紀貿易倡議了 就是台美的貿易協議啦 它是Regarding Trade Agreement 對 沒錯吧 我如果不去找原文的話 一天到晚被你們帶著繞了 什麼叫倡議 倡議還要簽什麼協議啊 協議就是協議 我們在立法院講求法律 你今天簽的是一個Agreement 在這邊形式上要透過什麼樣子 Internal Process 在內容上我們要監督什麼 我們要看到這個 但很抱歉喔 我們排了好幾次的這個專案報告 你們始終沒有把這一本好好的講清楚 這本幾頁你們知道 在場所有關於你們看過 我們即將要簽的這一本協議嗎 外交部你們看過嗎 你們都看過 請問你可以用幾個字來形容一下 這個協議是在講什麼嗎 可以嗎 如果你們都看過的話 可不可以告訴我們 因為你們沒有來這邊報告過 條約締結法第六條 任何對外談判洽簽的協議 在獲制結論前 應該針對談判內容的主要方針原則 還有可能爭議事項 四十項立法院及相關委員會報告 但很抱歉 第一個你們沒有主動來報告 我們頂多是招委排一兩次專案報告 我還記得上次報告是在去年了 馬文君委員招委排的 然後那時候還沒有任何談判的結論 所以你也談不出什麼東西 現在有這個八十幾頁的 但你們卻不想主動來報告 然後我們也必須要去一個字一個字 看一個字一個字讀 還好啦你們還有中文版 放在你的網站上面 可是我非常懷疑搞不好在場官員 先跟洽簽相關單位的部會 搞不好連中文版都沒有看過 報告委員有幾件事情先澄清一下 我們在雙方在3月16號公佈的 主要雙方同意的內容都有公佈 有我沒有說我所有公佈 我是說你們沒有來立法院 報告針對第一個方針 主要方針主要原則 你們有安排會議 我們有來這裡做報告 你們什麼時候要來 我們即將修會了 我們即將修會了 你們要在我們修會期簽 下個月 然後簽完送查照案來嗎 查照案來我們修會 也不可能審查 查照案基本上只能改審查 其實那也沒有意義 老實講過去就是這樣 那你們過去送來的大部分 這一種都是送查照案 我也查過了 你們基本上就準備送查照案來 好你要送查照案來 你會說因為不涉及國內法的修訂 你們就用查照 可是我想請問一下 第一個它涉不涉及 國內人民重大權力跟義務 涉不涉及 報告委員如果依照 我們是跟外交部一起討論的 條約締解法第三條 第一項的第三款 裡面的司法院有做 司法院有做解釋 是不是重大的人民權力義務有關 必須要是直接的 那這次的是行政協定 所以是行政協定 所以是由主管機關 提到談的內容修改國內法規 楊副總 我不要給你爭議這個 因為你們行政單位到時候自己決定 你要送查照案送什麼 你們是會自己決定 本院在這邊也無法強迫你怎麼樣 可是我想告訴你的事 第一個它是重大協定涉及人民的權力義務 絕對是 這個憲法 是至第三二九條 也說得很清楚 它就是 但是這裏司法院有就解釋 什麼叫做重大的影響 第二個你讓我講完 我是立委 我在質詢你OK 不要在這邊強辯 你如果有誠意就來報告 我們地解法說那麼清楚 就是說你們行政部門要有誠意一點 自己到立法院來說明 你貪了什麼你簽了什麼 第二個不要說要糊弄大叫好不好 你說什麼經貿法治的基礎 我也看了內容 基本上其實那些東西都是 共識性原則性的東西 它沒有什麼找收清單 我也了解了 就大家針對那些共同的理念原則 再宣誓一遍然後簽一個 agreement 它目前也涉及不到所謂國內法的修訂 沒有錯 可是這是一個體制的問題 如果它是一個 agreement 你行政部門認為應該尊重立法院 第一個來報告 第二個依照條約地解法 經過審議 二讀通過 其實這是internal process 在你們的這個最後裡面 有各自所謂的生效條款 生效條款裡面你們自己想 如果彼此通過它的internal procedure的話 那就通知對方 那現在就看你怎麼樣定義什麼叫internal procedure 如果你們覺得立法院不重要OK 跳過不需要經過這個internal procedure 讓人民來解釋吧 人民到時候會來檢視 再來這個坦白講 這個就是一個非關稅的貿易架構協議 架構啦 非關稅沒有涉及到關稅 為什麼沒有涉及到關稅 因為美國現在沒有貿易授權啊 不能談判啊 行政部門不跟你談任何市場進入的關係啊 當然只能談這些原則性的東西啊 所以跟人民講清楚 我今天要跟你講 裡面外交部也好 可是告訴大家談的實際那種什麼 不要exaggerate 誇大了 不要誇大了 事實是什麼 告訴大家簽什麼 這一版八十幾頁 大家去看完就知道了啦 到底簽了什麼嘛 所以拜託 大內宣大外宣少做一點 告訴大家實質上簽的利益是什麼 你們也跨部會啊 如果你們認為他重要的話 為什麼不來報告 他也跨部會啊 他也跨領域啊 他也涉及到未來你認為說是 BTA的Building Block 這麼重要 為什麼不主動來報告 你要跳過立法院的程序 OK啊 如果真的很好很重要 不用怕檢視 不用怕 我們也不可能反對 我們贊成都來不及 但是不用害怕檢視 所以我在這邊要代表民間部門 民間部門已經在反應了 請你們公開透明這一些過程 今天不管任何跟哪一個國家 包括跟對岸的談判 我都支持公開透明 所以條一締解法的目的就是在這邊 Internal Procedure 請你們遵守 ác傑 Rép as- 反應 一種是 距離去的 有機會 可以起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